面对病毒的来势汹汹 而且变种病毒的不断的缠斗 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 今天我们有三个国家的不同的故事 来告诉您三种不同的策略思考 给您提供在目前未来 我们身处世界的一种经验跟借境 首先我们看看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接种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到现在 它跟病毒的缠斗还是高高低低 好几次的延峰 好几次的解封 如今他们将面对7月19号的 最后一次所谓的解封自由日 现在英国的情况 他们过去七天来 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都在两万以上 到这个周末最高的时候 甚至一天增加两万七千个病例 你说这怎么能解封呢 特别变种病毒的数目是越来越多 但是看上另外的数字 英国同样的 它的新增的住院人数 却是目前只有在今年二月高峰时候的十分之一而已 死亡人数再增加 但是都在两位数而已 英国政府这样的解释 就因为它的疫苗注射已经非常的成功 已经组成了一道人民的所谓的接近群体免疫的防线 虽然很多人予以挑战 但英国的卫生当局认为的确效应 很简单就是刚刚我所列举的数字 虽然新增人数还在增加 但是住院重症甚至死亡人数都在降低 理由是 英国是世界上目前注射率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它的成年人口已经打完第一针疫苗的高达85% 全国人口成人当中完成两季注射的也有63% 因此英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可以把这种防线的信心开始加强 因此准备要开始解封 准备开放国民出国旅游 英国新人的卫生大臣说得太好 不过了 既然跟这个病魔已经确认它是无法零风险 那么不如我们来学习跟它共处 很可能它就是将继续缠绕我们身边的一种非常严重 或者很令人讨厌的感冒 当然这个理论有很多艺术专家不禁赞同 但英国的经验故事也许告诉我们 一些国家认为 只要他们的疫苗注射施打范围成功 而且够迅速的话 他们可以学习跟这个病魔进行未来长时间的共处 甚至是容忍 没错 首相大人 欧国杯足球赛英格兰队 终于赢了老是赢不了的适从德国队 不再是德国坦克的赌下败将 面对这历史的一刻 英格兰球迷从南到北 各个欢欣鼓舞 陷入狂喜的情绪 开到最高点 球迷们几乎失控 不断地跑动跳跃 还狂扯隔开人群的栅栏 没有人戴口罩 所有人不在一起 更别提什么社交距离 事实上目前英国还在封城第三阶段 如果真的依照规定的话 室外聚会只能30个人 口罩令目前依然存在 只是几乎没什么人在乎 欧国杯开提这一个月 确诊病例也升高 5月最后一天 3111人确诊 6月最后一天 暴增到25606例 但英国人照样看球 正在举行的温布敦网球站 虽然开放座位一半观众 持疫苗接种 或筛减运行证明入场 波球迷全都挤在下方看台 人缘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可言 我感觉很幸运 看到所有人都在这里 首先谢谢你来帮助 而温布敦也已经决定 决赛当天将开放满场 也就是一万五千名观众入场观赛 英国老神在在 就连首相强生 前去探望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没再戴口罩 女王正正说很可怜 担任卫生大臣要职的汉考克 本该忙得焦头烂额 却被八卦小宝爆料 和已婚助理克拉丹吉罗 在办公室里激问 画面拍得清清楚楚 一翻两分眼 汉考克则对自己 没保持好社交距离 向全民道歉 辞职下台 汉考克让英国民众 怒到最高点 倒不是因为他乱搞婚外情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多次言明 要因国民众遵守社交距离 但自己却发展人与人的连结 我们都很重要 我们都要跟社交距离 这就是每个人在国内 都要跟着法律 社交距离的法律 是为了大家 他们非常重要 而且他们非常严重 不过卫生大臣办公室 为何有监视器 为何影像会流到 一个消报记者水中 也让英国政坛认为事有蹊跷 卫生大臣迅速走人 英国内阁也立即换将 由前财政大臣贾维德上场 贾维德直接爽快地说 他的关键任务 就是要让英国完全解锋 我们的自由 必须回转 我们没有理由 去到19月19日 因为 实际上 我们选择任何日期 都没有决定 决定的危险 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直接消灭 我们必须学习 英国在去年12月8日 由北爱尔兰老奶奶基南 打下第一针疫苗 率先全世界展开大规模疫苗施打 当时英国变种病毒 阿法大传播 每日确诊一度飙高到6万例 但4个月后疫情抖降 4月9日还一度确诊清零 目前英国成年人 又超过8成5民众 施打过一剂 打完两剂的也有6成左右 是全球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幸运在英国 因为有选择的预充 跟阿斯利尼克、菲尔兰 然后现在是莫德尔兰 还有非常少疫情抑制 我们有很高的疫情抑制 有超过95% 在一些年纪中 甚至年纪中的年纪中 有很高的预充 我们 managed to get to a pretty good position 原本预定6月21日解封 却遇到传播力强大的 印度变种病毒Delta 来搅局 为了保险起见 再延后四周 英国就是要抢在这四周 增加施打500万剂疫苗 7月19日之后 将不再回头 要松绑所有防疫限制 新卫生大臣说病毒不会消灭 把解封日不断往后延 根本没异议 全民该学习的是与病毒共存 而这些数据也给了完全解封 一剂强新针 6月最后一个星期 英国虽然有高达11万人确诊 比前一周大幅增加约七成 死亡人数则为122人 但住院人数并没有增加多少 也就是说打疫苗降低了重症几率 也让民众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 英国的疫苗施打阵略 未来还有强化版 将会在9月让免疫低下者 第一线医护人员 与70岁以上长者等人 进行第三剂的补打 而且可能会以不同品牌 混打疫苗的方式来增强抗体 应付秋冬世界可能爆发的新疫情 因为5月底欧洲足球冠军联赛 角色有两支英格兰球队对阵 在葡萄牙举行 大批英国球迷涌入当地 结果葡萄牙Delta病毒病例 没多久就增加到超过50% 和法国的15%相比真的差很大 当然外界会把矛头指向 已经有99%案例都是Delta病毒的英国 事实上近来英格兰爆出近2000起确诊病例 都是和球迷前往人灯关赛有关 球迷来了也带着Delta病毒四处散播 但英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 要展开对抗病毒的中毒指振 全面开放大赌注 如果成功的话 施打疫苗与病毒共存 英国经验将成为全球各国追寻的模式 其实如果又有疫情失控的话 人类恐怕还得和病毒持续作战